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来介绍 1的笔法是怎么写的 好,那因为我们 有时候学校为了要求 小朋友说可以快点写完,所以先叫马上 比较说 有快速的写法,所以如果说小朋友要 写功课可能会用什么方法 但是如果来老师这边上课,老师会 要求说怎么样写,这种写法就是 符合我们书法当初写的方式,然后去比赛的时候 也是比较合理的方式,那等一下我们写下就知道了 先来写第1种,只有停在那边,停走停 好,就是没有在往后拉的,我先用第1个是铅笔写,然后因为右边还有一个是拿的部分要比对照 所以呢 我先先右边写 停,稍微拿起来,一年级的 大概是做不起来啦,尽量写 变细 慢慢停在这边 好,铅笔还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先来看原子比0.5的 停 稍微拿起来 停在这边 好 应该有看出来了,铅笔还看不出来,原子比就已经看出来 差异好来再来 这个是0.7的 停 停 好 这个老师没停很大力,所以看起来也还好 但是我来比较了,我们开始 右边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有拿的部分,就是说停完之后还稍微轻轻拿起来 类似 书法上的收笔 好,那一般 就是说老师不会这样教 好,但是 那个大陆那边的 硬比老师都已经写到很漂亮,很好的 细法上实在是很厉害 那我们来写一下,比较一下,而且靠近点好了,比较好比较 停 注意后面的地方,拿起来 停,慢慢压 然后他最后一个动作,类似书法收笔的动作,慢慢拿起来 好,有比较出来了没 老师刚好有写对,有时候没有写好,那这次刚好写对了 再换这一支笔 停 稍微拿起来,再慢慢压 好,最后再慢慢拿起来一点点 好,这很明显看得出来 好,接下来第3支 慢慢压 好,再慢慢拿起来 这没有拿好,再慢慢离开 这很明显就不一样就对了,手尾的地方再慢慢拿起来的时候,像这个很明显 就类似书法的写法 问题来了 因为 学校写功课要可能求快一点,所以没有书法上的那些细节,所以你在写学校功课的时候 这样写已经很漂亮了啦 但是如果比赛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收尾的地方要稍微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 差异在这里,这是长痕部分的写法,所以其实最后面要加这个 很重要 一般 老师不会教你这个 所以这个拿起来的动作,注意一下,就真的很类似书法 所以现在就是有两种派别,一个说 为什么要写呢 写这么麻烦 但是我们去比赛 他又要 又要求要这样写比较好 所以 实用上 小朋友写实用的就是这一个,比较实用的 那美感呢 那你就用 稍微拿起来的 所以老师就讲啊,你来老师这边学,老师会教你这个 万一哪天你表现好了要去比赛,你已经写习惯这样了 这个就 细节上就没有写 表现出来 然后问题来了 那书法上还有一种叫 一个书法家叫储碎凉的 他的变化更多 老师只是把 基本楷书 教育部的基本楷书,加上书法的结构跟笔法 写出来的 我们还没有写到很灵活的字啊 所以 这个算也是基础而已 如果有来学,这还是基础啊 去比赛不一定就是 很容易得到好成绩 但是基本上你要把轻重跟笔法写出来这样子 那储碎狼的方面 技法会很多 到时候如果学储碎狼 老师会再另外教你 杨传参加 你 诇文字幕做法